而同样是意外消息 镜头带您到台东市 台东市一家资源回收厂业者 二号下午进行废弃钢筋 吊挂作业时 疑似负载过重 导致了重达33吨的怪手 整台车翻 业者受困驾驶座 而锦销货报之后是港网救援 先利用出钢锁来连接吊车之后 将怪手移开 顺利的救出驾驶 紧急送一后 索性没有大碍 重达33吨的怪手90度倾斜翻覆 现场满是生锈的铁条跟钢筋 受困的架势表情痛苦无法动弹 警察货报道场展开脱困救援 但周边成堆的废物金 救护人员想靠近都困难重重 由于怪手实在太重 最后是利用出钢锁连接吊车后 再挪开怪手 才顺利将男子给救出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2号下午 台东市中心路一间资源回收场 神经业者当时操作怪手 进行钢筋吊挂作业 但怪手疑似无法附和重量 整台向驾驶座侧边翻覆 员工见状赶紧报案求援 这样怪手的话他容易重心不稳吗 所以我不是应该听驾驶一下回来 所信业者宋一后人无大碍 仅有脚步撕裂伤 不过整起意外事件 到底是重心不稳 还是驾驶人为因素 还有待警方后续调查理清 今天下集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